想换工作吗? 找到新工作了吗? 对目前工作不满意 却又害怕工作会越换越糟的你 是不是开始考虑在家工作了呢? 在家工作是不是真的很爽呢? 就让我来分享 在家工作两年的心得吧! 嗨!我是国际超级房众 和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ach 先跟你拜个早年 因为即将要过年了 所以今天不聊个人品牌与房地产 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吧 每到过年 就是台湾人大转职潮的开始 根据YES123去年11月的调查 79.8%的上班族不满意自己的薪资 当中更有55.2%的人表示 已经开始找下一份工作了 所以会点开这部影片的你 应该也不太满意现在的职场、薪资 并且想寻觅下一份工作了 对吧? 我猜 你现在一定会担心 万一豪迈离职后 找不到薪水更高的工作 怎么办? 下一间公司的职场气氛 更差怎么办? 万一自己工作越换越差 薪水越换越少 那是不是会很丢脸? 还是继续忍受现在这份工作呢? 既然换工作会有越换越差的可能性 于是不少人开始思考 也许放弃传统选项 试着在家工作会更适合自己 于是 从来没脱离过职场的你 现在可能会想着 在家工作好像蛮爽的 可是在家工作的缺点是什么? 真的适合我吗? 我该靠什么方式养活自己呢? 如果上诉就是你正在担心的点 那么我要来和你分享 原本是上班族 业务员的我 如今在家工作超过两年的心得 包含在家工作的 七大隐藏缺点 以及我是如何克服这七大缺点的方式 特别是今天的影片 请你务必要看到最后最后 因为最后我会跟你分享 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 希望带上一台笔电 就能一边工作一边旅游 那么我会分享 如何过上数位游牧的生活 却不需要担心收入的方法给你哦 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点开我的影片 我这里是专门教业务员 用各种品牌开发网路客源的频道 偶尔会用国际房产经验 分享破解房仲话数与买房迷思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有兴趣 不希望未来自己得贵着赚钱的话 就建议你在影片开始之前 先把订阅和开启小铃铛的通知 给按个11次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能避免自己踩地雷 赔大钱的最新资讯哦 你知道 该怎么一句话惹怒在家工作的人吗 那就是 你在家工作那么闲 真爽 所以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 我想先让你知道 我在家工作的一天 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平常呢 大概早上9点半起床 刷牙洗脸 帮Cookie馋死家弄罐头 然后把昨晚没洗完的碗 放进洗碗机 接着就去健身房重训个半小时 回家以后 我会先换一个钟头 回答学生与粉丝咨询我的问题 到这边 就差不多快12点了 接着我会开始例行工作 例如写YouTube脚本 或自媒体贴文之类的 到下午1点半 我跟老婆会简单吃个 鸡胸肉加水果当午餐 接着休息一下 再从下午3点 继续工作到 傍晚6点左右 等晚餐吃完 大概已经9点半了 如果还有额外工作进度要赶 我就会一路赶进度到晚上12点 如果没有 那么这段时间 就是我陪老婆打穿梭 或是我自己打叮咚的宝贵时间 你看 前前后后加起来 我一天的工作时间 其实工作时数没有比上班族短多少 但是时间可以自己掌握 应该算是过得爽吧 嗯 不可否认 在家工作因为时间自由 所以确实比在职场上班爽 但还是有7个 一般上班族很难想象到的隐藏缺点 这7个隐藏缺点分别是 隐藏缺点1 收入不稳定 在家工作 第一个要思考的就是 靠什么养活自己 因为你现在没有公司的光滑与底薪 赚多赚少 都看你的技能和价值决定 不少人会去建安平台找工作 但平台的坏处非常多 不但竞争激烈 销价竞争 而且收费也高 付费也不代表你就能接到CAS 最终 很多人每天就只好关在房间里装忙 然后因为烧光存款 而不得不打开人类银行 关于在家接案还会遇到的更多风险 我之前有拍影片分享解决方案 建议你可以点开右上角的咨询卡看一下 否则 你只是从在公司被老板剥削 变成在家被业主剥削而已 隐藏缺点2 工作时数不见得短 撇除接不到按而没事干的情况 像我这样的全职YouTuber 差不多光YouTube周更 每个月就至少要产出4部长片 我还有脸书 IG Email LINE官方账号等 总共5个自媒体要经营 以及不定时制作补充课程到业务品牌学院内 工作量一点都不小 万一又遇到类似去年出书 或者之前帮建议老师制作课程的额外工作 那么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都很常见 重点是 赶进度的压力真的很大 在职场工作 至少还有主管跟同事一起分担 做不然大不了摆烂 大不了不爽不要干了 但在家工作 经营的是自己的事业 所以没有任何借口 在内都要把任务准时完成 而且要想办法做到最好 隐藏缺点三 生活与工作难区分 很多粉丝看到我常旅游或出国 就以为我好像很闲很爽 但大家没有看到的是 我每次在外旅游时 白天都在旅馆忙工作 一直忙到傍晚才能出门放松 我平常的假日也是 我在吃饭逛街朋友聚会时 都会不自觉去查看手机 生怕什么重要事情没有及时处理到 所以我几乎完全没有不碰工作的存假日 就算工作提早结束 有完整空下来的时间 我常常都得思考半天才能决定 明天要放松打个电动 还是继续再敢多一点进度 隐藏缺点是 难进入工作状态 当我们还是上班族时 早上刷牙洗脸 穿西装 骑车到公司打卡 然后泡个咖啡 吃个早餐 差不多到九点半就能进入工作状态了 但在家真的很难 你可能起床连刷牙都没有 就穿着睡衣跟内裤开始工作 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进入状态 万一好不容易进入高度集中的心流状态 一下你妈叫你吃饭 一下你爸要你休息一下 一下孩子走过来找妈妈找爸爸 都会中断好不容易进入的工作状态 隐藏缺点五 需要高度自律 除了难进入工作状态外 在家工作真的很容易分心 因为你办公的书桌 是你平常打电动的地方 吃饭的餐厅 是你追剧的地方 而客厅的沙发 则是你滑手机耍废的地方 周遭让你放松一下的诱惑太多了 就会让你一直想分心看手机 或做其他事情 因此不够自律的人 很容易让在家工作 变成在家放暑假 隐藏缺点六 几乎没社交 去年初我曾跟老婆说 我想去一间不用打卡 不会管我的房仲高专店上班 我愿意让那家店 拿我当活招牌去招募 只要他们愿意给我一个座位 让我可以偶尔随时去里面工作就好 嗯 这种想法很怪吧 好不容易脱离职场又不用卖房子 跑去房仲公司干嘛 理由很简单 一个人在家工作 真的会空虚寂寞觉得冷 在职场 你无聊可以跟同事拿个赛 揪人吃午饭 跑去楼下买饮料 但是在家工作的话 累了就只能躺在床上吸吸Cookie 吸个五分钟很快就会觉得无聊 然后只好又做回电脑前工作了 隐藏缺点七 家人无法理解你 两年前 我妈听到我半年不上班 都在家里准备线上课程时 她非常不支持我 一直劝我回南侃 去南科当个作业员 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找个薪水稳定的工作 反而搞看起来很不踏实的网路创业 我相信不只是我 当你决定在家工作 你的家人也会因为传统观点而泼你冷水 亲戚还会闲言闲语说你啃老 说你不愿意找份正当工作 即便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 即便你每天都很累 即便你每天都很努力 但如果你始终无法养活自己 最终当你不得不重返职场时 你这段在家工作的创业期 就会被亲友贴上摸鱼逃避的标签 而且一辈子都撕不下来 以上七大隐藏缺点 可能是你现在完全想不到 或者是很难体会的坏处 重点来了 这七大隐藏缺点也同样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是怎么一一克服呢 现在来听听我的解决方案吧 一收入问题 依靠公司就被公司剥削 依靠平台就被平台剥削 依靠业配就会变成厂商的形状 因此我在家工作的收入模式 不是靠传统的接案 而是透过我的个人品牌获得网路客源 销售我自己的线上课程商品 再加上这一切都是自动化的 所以我不需要花时间找客户 不需要花时间进行销售 我只要专注在自媒体上 提供更好的内容 并且专注帮付费学友获得成果 就能帮我带来更大量的客户与收入 别忘记这个简单的道理 靠山三岛 靠人人跑 所以靠自己最好 2. 工时问题 我尝试过两种方法来解决 第一 密集将工作集中在几天内冲完 剩余时间就彻底放松 比方说 我会花整整四天 从早到晚圈赶工作进度 然后星期五六日 我就连续三天疯狂打电动 以社会人士来说 连打三天电动真的很奢侈吧 第二 这是我目前采取的方式 我改成每天工作六小时 然后六日再拨两个小时补点进度 这样子 就等于我每天都有工作 敢进度的压力也小很多 而且也几乎每天都打得到电动 3. 无法区分生活 这个问题相信你也思考很久 我最后的答案就是 不要区分 怎么说呢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 是做有热情的事 又是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知道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钟 都是在让自己的事业与家庭越来越好 不像上班时 因为是拿时间换薪水 因为都是帮老板做事 帮别人做事 所以上班就很容易产生反感的心情 到了休息时间 我可以自由选择要打电动 看书 也可以选择处理工作 因为选择权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上 而不是被公司或别人制约 因为就算在加班 也是做我有成就感的事 4. 工作状态的问题 这反而是最容易克服的小问题 很多小技巧 都可以帮我们启动进入状态的仪式感 以我来说 我除了刷牙息脸外 就算没外出我也会刮胡子 工作前一定会铺好棉被 把工作区弄得整整齐齐 接着打开没有歌词的咖啡厅音乐 就能让我立刻进入工作状态了 这就是我的方法 另外 工作与休息地区 我也会严格划分 例如化妆台或这个沙发 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就不会在这里做娱乐的事情 尤其是不要在工作的电脑里面安装游戏 这一点超重要 相信我 我以前就在提瓦特大陆浪费过太多时间了 我也绝不会在床上工作 因为我要让我的身体知道 床铺是睡觉的地方 万一躺在床上 反而进入工作状态就糟了 5. 自律的问题 你要知道 自律就像体力 是有额度的 想维持自律的最好方式 就是透过减少外在与内在的影响 降低自律被消耗的速度 外在因素就像前面说的 透过明确切割出工作与休息地区 再搭配每季 每月 每周 每日的工作进度 就能让自己每天都专注在眼前的每一个小任务 除了每日透过疑似感进入状态外 更别忘记你当初在职场吃过的苦 受过的委屈 背过的黑锅 遇过的烂人 累积到让你身体都出问题的压力 这些初衷 会成为你源源不绝的动力 让这份不想认输的初衷 去补足你的自律额度 6. 社交变少的问题 对我这种孤僻的人而言 这真是最难解的问题了 我的解决方案是观察朋友的工作时间 如果朋友大多都是6日休假 我就会把工作在周一至周五完成 这样6日聚会我就能配合所有人时间 另外呢 也可以找跟自己同属性的同温层加入 例如我去年就加入 有阿滴跟自己创办的 台湾创作者协会 里面有很多跟我工作类似 了解我在干嘛的YouTuber 不定时还有线上或线下的聚会 让这个同温层大大解决我的社交问题 如果你觉得网红圈感觉太过遥远 也可以加入类似我们业务品牌学院这样的团体 以我们业务品牌学院来说 里面都是为了业绩奔波 顶着公司不支持 老板泼冷水 却默默努力经营自媒体的素人业务员们 他们因为我的线上课程而聚在一起 并认识到志同道合 了解自己的伙伴 也因为往相同目标前进的路上 有伙伴的交流与扶持 所以现在才有这么多学生 都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知名度 并且直接提升了收入 这就是拥有好环境 拥有好伙伴的价值 关于这一点 我们要理解家人真正担心的点是什么 通常不外乎是两点 一 是你没有收入导致生活出问题 二 是你瞎忙导致浪费时间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经验 又迟迟拿不出成果 他们当然会担心你从瞎忙 到最后变成是找借口逃避 因此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就是赚到钱让家人放心 对吧 讲再多你的伟大灵感 策略 理念 都比不上越来越多的存款数字 不是吗 现实问题 就得靠现实成果来解决 感谢把影片看到这边的你 假设你确定自己适合在家工作 却又担心离职风险太大 压力太大 那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非常普通 就是先从副业着手 藉由副业去测试你的商业模式 有薪水也让你更有底气 做各种尝试 等副业收入能够稳定地 超过正值收入半年以上 就代表你已经够成熟 够专业 就可以挑战把副业做得更伟大 并且离开现在这种低薪 又过得不开心的糟糕职场 以我自己为例 我现在海外房东公司蹲了七年 不断打磨我的个人品牌 变线技能 把这项技能锻炼到全台最顶尖 做出扎实成果 并且也靠这个技能 存到第一桶金后 我才有底气进行网路创业 也因此 我现在当老师的收入 不但没有比卖房子时差 而且还做得更开心 更有成就感 每天也能睡得更饱 也让原本在电商公司 当财务的老婆 不需要再做的睡眠不足 忙到没时间上厕所的辛苦工作 可以回家当我的助理 跟我一起过着数位有目的生活 那么 很多人常讲的数位有目生活 到底是指什么呢 简单讲 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的生活 例如去年9月我老婆离职后 我们就把Cookie送到猫旅馆 然后带着工作 到我最熟的曼谷度假半个月 白天就在房间或咖啡厅工作 傍晚就搭捷运去把务公司吃饭逛街 吃完饭就去按摩 按摩完就找个酒吧 喝点小酒再回房间休息 就算你不是在家工作的SOHO族 你只是一位业务员 业务员也可以过上数位有目的生活 只要有笔电 网路 和一趟能帮你24小时 不停带来被动客源的个人品牌就行了 以业务员来说 具体做法 就是透过你的强大个人品牌 在网路上24小时自动吸客上门 你再透过视讯接下上门的客户 最后将客户运作到成交状态时 请台湾的搭档 替你进行签约之类的线下手续即可 你只要拆一点业绩给对方就好 对方也一定很乐意 接这种easy money的业绩 所以你看 因为你都是在网路上完成所有的事 你的工作与收入就不再受到定点限制 如果你也想学会 业务员如何靠个人品牌与自媒体 就能获得大量精准又免费的网路客源技能 可以点看影片下方的说明栏外连结 输入你的姓名和email 就能免费获得一部69分钟的 个人品牌教学影片 同时我还会免费送你一份 个人品牌SOP发展清单的PDF档 帮你用83个具体小步骤 一步一步从零开始建立出 能像我和我的学员一样 在网路上能疯狂吸客的强大个人品牌 总之 要不是为了这只猫 舍不得他在猫旅馆苦瓜脸的表情 否则我和老婆 可能就会到各国旅游 不回台北住 重点是 这种生活的花费其实也不贵 因为南部与东南亚的物价不高 上次我住在曼谷市中心 离捷运站才400公尺 而且景观这么漂亮的房间 一碗台币1500有找 11月带Cookie住台南的民宿 住在海岸路二段这边 一碗也是1300有找 所以很希望今天我分享在家工作的经验 以及解决七大隐藏缺点的建议 可以帮你有机会过上理想的生活 还不会饿肚子 不会被家人担心 不会睡不饱 让你未来工作的每一天 都是帮助你变得更好的每一步 顺便询问一下 目前正在考虑要不要在家工作的你 现在对于在家上班或数位有目最大的顾虑是 A. 我担心自己没有特殊专长 不知道能做什么 在家工作怕会饿死 B. 我虽然有特殊专长 但开发客户不是我的长项 担心找不到客源的问题 C. 我已经在家工作了 虽然收入稳定 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提升 D. 我怕自己没有自制力 结果真的变成在家放暑假 我们家的猫太可爱了 我怕我会吸猫吸到没办法工作 F. 其他 请帮你目前最顾虑的烦恼留言在下方 你的留言我保证都会看 如果是经营自媒体的相关咨询 我也会百分之百亲自回复你哦 所以说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点点正面帮助 或者觉得我们家的Cookie很可爱的话 请按下喜欢就可以收藏这部影片 然后按下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接着顺手将这部影片分享到你的脸书上 让身边想要在家工作的朋友知道 虽然在家工作听起来很美好 但必须解决收入和今天影片说的七大问题 才能让自己在家工作能赚得更多 睡得更饱 又更有成就感哦 最后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个人品牌成交的免费干货 左上角是我的IG 除了YouTube影片外 我花最多心思在分享干货的地方 就是我的IG精选限动 如果没有追踪 你就会错过很多第一手的即时资讯哦 如果想看Cookie市底下可爱的样子 也可以加入右上角的Cookie IG哦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国际超级防重Zek 他是我们家的魔兽Cookie 我们下周四晚上九点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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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